黑中武器有一間廟宇 在18號晚間的時候 遭人入侵 被偷走了7600元的香油錢 後來才發現呢 這一名犯案的男子 是去年11月 在海線撒丁的怪客 因為交保後呢 還是持續地侵擾宮廟 這一次呢 又被警方逮捕了 這是當地最廣文言之的 頭痛人物 严信嫌犯手拿瓦片 闖進宮廟裡的櫃台 無視廟婆的勸阻 搶走抽屜裡的香油錢 多達7600元 廟婆受到驚嚇 不敢反抗 等到嫌犯走遠之後 才打電話報警 事發就在18號晚間7點多 台中無期的浩天宮 案發後廟婆不敢再顧櫃台 募集案發的信眾 也心生恐懼 之前她是拿一張瓦片來 回到桌上 叫她錢拿出來 她就看她說 有跟她說 你不能報警喔 如果報警我就要給你刺 那個走到這樣 走到頭前後面 離開空的地方 才去報警 45歲的閻姓男子 是地方的頭痛人物 去年11月 她在台中海線地區道路上 撒下2000多根的鐵釘 造成許多民眾車輪受損 約一個月後交保 12月冬至當晚又到浩天宮 縱火天宮廬 後續也以三萬元交保 這次直接入廟搶錢 讓當地民眾忍心惶惶 整個案件移送到地檢署 我不曉得移送到哪一個環節 就是最後就是無保賜毀 廟方真的也很無奈 信徒也非常的擔心害怕 那我不曉得什麼時候 這一顆不定時炸彈會爆發 難道真的要出了大事情 才有人來正視這個問題嗎 本分局後報後立即趕赴現場 並會同嚴嫌親屬 依法逮捕嚴嫌道案 並查扣彰款 全案依法將嚴嫌 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嚴信嫌犯頻頻老明 這次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警方以嫌犯反復實施犯罪 賤請檢察官生壓 記者張一智 施品華 台中報導 到